女子跪在拜殿上 而她旁邊的人沒有收受 連續動作力道不小 女子也發出痛苦哀嚎 事件發生在高雄鳳山城隍廟 平日也有不少香客來這裡拜拜 針對影片內容廟方相當低調 警方尋現找到女子 她說是父親住院心情低落 才喊朋友去祈福 朋友拍打頭部 是希望她能走出憂鬱 不過再來到同樣歷史悠久的鳳山 龍山寺看看收金屍解 手持清香揮動動作明顯溫和許多 他們表示女子應該是想這回 或是太害怕 但這種打頭的方式很不妥 其實民間習俗中有很多 比較溫和方式可以選擇 拿著板子打屁股 這是東港東龍宮的百年傳統 象徵把美運打掉 還是每年都有的媽祖 象徵消災解餓 帶來福氣都是安全的方式 民間信仰儀式白白種 不管是什麼形式 重要的是得到心裡的平安 如果肢體接觸太激烈 恐怕要想想是否值得 最後還是老話一句 心承則靈 華視新聞參謀局陳信仁 搞成報導 嗨 我是莊雨潔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雨潔一起看新聞吧